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江泽民同志为黑心的党中央是全党所属的正确的宣策确定的 他是国家的 因为他是国家的 当地主书记 大家 我希望大家 在一江泽民同志为黑心的党地和中央的领导下面 在常委军委主席的领导下面 我军队在捍卫我们国家的主力和主权 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 捍卫我们从党第三种权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的独宪方政政策 我属于军队更多 更大的独宪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的军队 变成此时退休了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的军队 为关注我们党的事业 关注国家的事业 关注军队的前进 谢谢大家